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自己可以胜任这个工作 主任没想到 阿美竟能适应那帮调皮鬼 对她刮目相看 下班后 阿美在街上未一间发现了东东和其他几名女生 他们打扮得极为妖艳 不禁心中起义 便跟了过去 没想到 这几名同学竟在原郊 见此情景 阿美立刻冲上前置之 而他们却一副无所谓的态度 这让阿美十分担忧 隔天 班上的两个男生警告阿美 让她不要多关心事 为了知晓真相 阿美准备和东东聊聊 于是 便跟着她来到洗手间 然而 诡异的事情发生了 东东竟然不见了 而洗手间的门居然被莫名锁住 紧接着 隔间的门就像有了生命般动了起来 阿美吓坏了 崩溃地呼喊着救命 另一边 父亲一直联系不上阿美 于是报了警 警方根据定位找到了阿美 一阵搜查后 终于在洗手间里发现了她 而此时的阿美已经神志不清 她被父亲带回了家 当她回到学校 跟主任说起一般时 主任顿时蒙了 她告诉阿美 学校根本没有一般 她给阿美编排的是五般 阿美很疑惑 她带着主任来到一般 却发现里面早已荒废多年 这让阿美不禁渗出一身冷汗 这时 校长走了过来 她告诉阿美 在这个教室 曾发生过一场火灾 所有的学生都葬身伙害 从此 就再也没有一般了 晚上 阿美碰到了伤痕累累的东东 东东告诉阿美 以后不要再去学校了 会有危险 说完便匆匆抛开 为了找到真相 阿美依旧坚持来到学校 看着这些熟悉的面孔 她安慰自己 这都是幻觉 可她总感觉 有东西在盯着自己 她下意识回头 却什么也没有 而东东一直在示意阿美快走 她终于受不了了 夺门而出 看到了慌而逃的老师 学生们开心地嗨了起来 在回家的路上 阿美又遇到了东东 她不停地询问东东 她到底是人是鬼 而东东再次劝她 不要回学校 东东走后 水哥又找上了阿美 她很担心阿美 因为她拍到阿美 就要和空气谈着话 她怀疑阿美中了些 于是 带着阿美找了个大师去鬼 大师给了阿美一个香墨棒 让她关键时刻 保护自己 晚上 阿美接到了一班学生的电话 电话那头 阴森森地说 你逃不掉的 监控之下的阿美关了机 隔天 阿美便被门铃声吵醒 原来 阿美的母亲联系不到她 便打给了邻居 母亲说 她让自己来学校 为什么人还没有到 阿美彻底慌了 她连忙赶到学校 此时 班里的学生纷纷现身 而母亲似乎受到了迷惑 正准备跳楼自杀 情急之下 阿美拿出香墨棒 中鬼无法靠近 等阿美赶到窗前 母亲已经被推下了楼 阿美彻底崩溃 她拿出香墨棒 将这里的鬼全部杀光 不久 警方叫到报案后 控制住了阿美 原来 阿美杀的全部都是人 而阿美却难能说到 他们都是鬼 可当看到被伤的母亲 她才醒悟 原来 这一切都是幻觉 而之前的主任 校长 以及东东 都是鬼 他们正是当年 被烧死的学生和老师 而香墨棒也是不存在的 实际是一把螺丝刀 几千钱 水哥就是用这根螺丝刀自杀 他为了报复阿美 和几人串通一气 迷惑了阿美杀了所有学生 影片也到此结束 这部影片让人不寒而栗 正如你以为的 其实不是你以为的 这其中的真真假假 谁会分得清楚呢 好了 小飞最后重申一次 这部电影的名字叫 《猛鬼爱情故事》 喜欢这部电影的小伙伴 可以私信我呀